我是觉得因为手编不一定习惯用Pandals 你也可以 至少我是觉得你要统计资料 最低限度 最低底线 一定还是要把以Sale的苏纽分析表 跟苏纽分析图 这两个公司一定要熟悉 因为这个蛮方便的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他希望我们把哪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第一个问题是希望统计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 第一个问题是说 他要以地增方式 以地减方式 显示什么 居住县市的病例人数 地减 我好像在云端上面 其实答案里面也有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 不过我这边改成地增 OK 跟着地减 这边他提问是不是地减 对地减 所以其实显示出来应该长这样 也就是说第一名应该是台北市 第二名是新北 然后最后再把它里面到底 这里面总共有几个帮你抗扯一下 抗以浦 所以其实如果你用抗以浦函数 也可以统计数 那如果你不用麻烦的话 其实你可以游标放在里面 然后插入什么 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他问你说这个范围又不OK 如果假设你没有选错的话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你只要把居住县市拖拉到列标签 有没有 直接统计列标签 主要的 再把居住县市拖拉到值 OK 拖拉到值 因为你居住县市里面放的资料 它是文字 比如台北市 这里面都放文 所以你如果放文字的话呢 它会预设就帮你计数 就是康尼福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类似康尼福 但是如果你里面资料 假设是放树枝 它就会帮你上加种在一起 OK 好 那你会发现 居住县市这个资料就显示出来 有没有 只有两个栏位 第一个就列标签 有没有 就这一个 第二个就是它统计出来 第三个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希望把这个资料做递减排序的话 那很简单 你游标先放在B4 一样资料里面有个力道 有没有 把它点下去 那这样就排序OK了 所以你如果 它其实 Python 它是希望你做这件事 但读试用Excel 试用Python 当然呢 这个做完之后 其实就是结果 不过理论上 我们习惯上还是会把它画个图 所以 习惯上这边有书纽分析图 你可以再把它画个指标图 这样马上就可以显示出来 那这样很清楚 哪一个县市 它的那个 就是 这个地减排序的话 那可以很快一目了然 数量的话呢 马上就清楚了 OK 第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待会儿 我们要把同样的动作 换成在Python 里面的Pandas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 它要我们统计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 它要统计 感染病例的最多五个国家 五个而已 有 OK 而且要 一样递减 所以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要再做另外的统计的话 你再切到序子一 然后国家的话 有没有感染国家一 你看在这里 R 栏这里 所以一样 插入书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确定OK 找到有个叫做感染国家 拖拉到列标签 再把感染国家拖拉到池 那这样就OK了 那因为要递减 所以一样把游标放在B4 然后找到资料里面的Z到A 这样就排了 不过它多一个需求 它只要前五个 可是目前是全部 总共从第四到第二十二 OK 如果说我只要前五个 就包含什么 越南一直到哪里面 缅电其他不要显示的话 那你可以找到 在那个 书约分析表里面有个值的筛选 它里面就有前十项 有没有 值的筛选就说你要 这里面不要全部显 因为有时候太多了 我只要前 它预设是前十项 不过如果你要前五项的话 只要把十改成五就可以了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话就有前五个了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最多从越南过来 但最后当然你也可以再画个图 书纽分析图 然后一样的话给它一个直条图 马上一个图出来 看得出来 越南最多其实是菲律宾 再来就泰国 我看一下 那题目它要我们做的是不是 对像这样子 OK 只是说来 我们刚刚做的动作是在 以色尔里面的书纽分析表 可是要换成 派成要该怎么做 那再来第三个什么 显示台北市各区 台北市的各区 所以这个做法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方法 台北市的各区 要不你就是拿全部的资料 里面的居住县市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呢 可是居住县市里面我还限定 一定要是台北市 所以如果假设 你要用书纽分析表来筛选的话 那其实要我的习惯 我的习惯是 一样用书纽分析表 然后呢会先把那个居住县市 先拖拉到报表筛选 那这报表筛选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先把台北市抓到 按确定 也就是说将等一下你要找了 那就只会留下什么 留下那个台北市的那个区 再来第二个 它的区是在哪一个栏位呢 区好像是在居住乡镇吧 这个有点不太清楚 有居住村里 也有居住乡镇 然后区应该是在居住乡镇 所以呢 我们再来的话就是把居住乡镇 把它拖拉到列标签 那一样再把居住乡镇拖拉到池 那你可以看到 马上他就会根据 有没有 台北市的筛选节 所以第一个先把居住县市 先拖拉到筛选 然后呢你就直接筛选台北市 第二个呢把居住乡镇拖拉到列标签 然后一样再拖拉到池 然后最后的话你会发现得到就我们要的结果 最后一样 我看一下他这边是不是也要递减排序 他没有耶 他只有各区显示的人数而已 所以他其实没有要你排序 不过一般习惯我们还是习惯找到我们最想看到的 就是哪一区感染最多 马上显示出来了大安区 哪一区最少北投区 为什么 应该有温泉 难道蚊子比较怕温泉 因为水都把它们都煮熟了 大安区为什么最多 不知道 反正这个最后他要的结果 然后最后的话呢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发病日哪一天 最哪一天 是最后那一天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 最近一次 那最近一次啦 其实如果假设有以赦尔 什么事都不用做 你就自一道而已就可以了 因为Z到A排序的话 最近一天就出现了 就6月2018年 6月25就好了 你根本不需要 你可以用max 可是max 不是在多词一举 你排序就知道结果了嘛 所以 刚刚的动作 实在也是有完成 可是如果我要 做出同样的结果 却要用python层次来完成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先知道一下资料 如果你对这个资料呢 已经掌握了 接下来你就比较知道你要做什么 OK 所以刚刚主要用的 蓝位 没有全部 第一个是居住县市 第二个是阿兰 阿兰是那个 那个什么 感染国家 第三个是 那个居住乡镇 最后一个是八病日 其他蓝位 都能在这边 你甚至可以把它删掉 都不影响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 总共给你26个蓝位 但是你其实需要的 只有这里面的4个蓝位 OK 其他蓝位呢 好像有点多余的 那当然你将来 未来 其实像你们从外户取得资料 比如说从ERP 汇出 也是很多的资料 很多蓝 但其实你说这 你只需要其中的某部分资料 那当然你可能就需要做一些加工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我是觉得 那苏牛分析表 苏牛分析真的太便利了 如果你假设你不想写程式的话 其实这两下都OK了 可是除非说你的工作里面 很多其实是重复 而且甚至大量 比如说你想要做很多报表 那那个报表的话呢 可能就是不止一个 你要很多很多的蓝位的 这个一些相关的统计分析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就可以把它写 要不啦 我建议 要不你用Pandas 待会我们会讲的 另外就是你利用那个枢纽分析 Israel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其实它有VBA 它一样可以帮你自动产生报表 也就是可以利用VBA去控制枢纽分析表 它的来源 还有它要呈现的结果 那甚至也可以 透过VBA去控制枢纽分析图 你要怎么画 甚至你要画在哪里都可以 而且你甚至你的画面里面 你要放几张图 其实也都没问题 类似像Dashboard 那当然方法很多啦 我是建议 可以多方的使用工具 因为有时候如果假设你写程式没有图形化工具辅助的话 真的有时候会蛮辛苦的 因为一直要想一直要想 脑袋里面要去构思说到底它那个跑出来的样子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抽象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工具 马上有一个呈现 那你再把对应的呈现写出来 你会觉得蛮 蛮具体的啦 OK 而且未来如果你要跟别人做一些解说的话 也会比较清楚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305这一题 先了解一下 那我刚刚主要是利用 那个云端上面的3 read305.csv这个 记得它是UTF8 所以你要用那个什么 资料里面的从文字档把它汇进来 那因为我们这里是有的版本比较清楚 它是2007的 不过基本上应付CSV的UTF8 还OK 可是未来如果你假设 因为现在资料的格式蛮多 像Jackson 那可能你就要买最新版 因为现在最新版也是有 已经直接支援Jackson格式了 以前的话没有怎么办 要自己写那个转换的程式 但现在已经有了 你就直接拿来用 甚至它转XM 转一些云端 转一些外部的连接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的版本比较旧一点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有关就是 3.5这一题 该怎么利用那个Python 来撰写对应的程式 你说程式会很多吗 倒也不会啦 你会发现 Python厉害的地方就是 一行就解决一个问题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305Python的部分